没过多久,这伙人的一个利用管控困难的国境线偷渡到了境外的大田坝 今年6月28号,负责监视留在境内的犯罪嫌疑人的公安边坝官兵发现 这伙人输用了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并在边境线上频繁的探路 6月28号他们发运回来的情况就是说,货和人都已经在这个大田坝一级基建了 而这一切早在公安边坝官兵的掌控之中 从边境线到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上,布下了天罗地网 所以最后边我们做好准备,就看看他枪支和人员有没有入境 他一入境就送往,这就是当时我们确定的原则,就是借货送往 6月30号一早,我边境线上的伏击小组发现 从缅甸方面偷偷摸摸过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正是先前偷偷越过边境的那伙人中的一个 他是偷渡往这边小路找上来 算是这条小路上来 他过来的时候都背了一包东西,已经过来到公路边了 然后刚刚可能一分钟左右吧 就下了一张白色的密包车 10798拆牌号码车 然后呢,他就把扛了那么大一袋 就是舍皮口袋就叼在10798这张白色密包车里面 从舍皮袋的大小和形状来看 里面应该是在境外购买的强制 由于边境线上的情况复杂 骗马镇街上的人员过多 指挥小组决定把犯罪嫌疑人放进预定的包围圈再进行抓捕 这里就是离骗马镇5公里的公路摄斧点 6月30号上路10点 当犯罪嫌疑人乘坐的白色面包车进入摄斧点时 被公安边防警察截停了下来 这会儿人连枪都没有来得及拿就被一举擒火了 这些都是当场缴获的军用枪支 那这一把我可以看到是仿制的五六式冲锋枪 而这个箱子里面呢大量的手枪 这三把看起来像是五四式手枪 而这一把小手枪上我可以清晰地看到 是德国造的毛色手枪 这里面甚至有一把手枪用的销声器 从现场看来的这些枪支都是